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小摩擦提升速度 但法国SpaceTree列车却采用了另一种方法 利用地面效应形成气垫达到悬浮的效果 它采用倒梯形轨道 列车底部的20个气垫负责让它悬浮起来 同时还有20个气垫包围着突出的轨道 领导列车方向 而车位则负责向后喷气推动 列车将采用氢气涡轮增加发动机作为动力来源 车底的材料则完全由碳纤维和CNT碳纳米管构成 它的外形也是相当的好看 让人觉得不愧是爱美的法国设计的 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管道不需要真空化 主要功能是在市区等噪音敏感的地区减少噪音 而在不怕噪音的地段 没有管道也不要紧 总而言之SpaceTree结构简单可行 相较Hyperloop它节约的成本费用不是一点半点 根据项目团队的初步估计 这辆颜值极高的单轨列车 预计在2019年进行测试 每公里建设成本是600万欧元 目前实验速度已经达到了540公里每小时 不过要达到1200公里每小时的预期目标 还有挺长一段路要走呢 你觉得这种悬浮方式和磁悬浮相比哪个更好呢 视频元素来自Darri Nashi 由Maxona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ona创意公园